你好,我現在就介紹這款電子式IDMT 牌子是MH文軒的 它的模特兒是REA200N 這款IDMT有Overcorder和Earthfog的功能 現在我開了電和接了線 我也是根據側身的接線圖來接線 上面是CT線 接駁了Overcorder和Earthfog的接線方式 再加上下面的這兩點是GipCoin的接點 它還有一堆NCNO輔助接線圖 它需要另外一個電源Oxipower 令到IDMT鑿電 有電才能操作 它可以配220V和24V 30VDC也可以 電壓方面 可能要跟廠家那邊訂貨 訂貨時訂貨 訂貨電壓 現在我已經接駁了電線 測試線路的接駁了 這部測試器 只是測試10M的V 就是V 這樣就講解 上面的這個主要的外出 即是220V的外出 我用了這個外出 純粹是開了V離電 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時間接點 黃色這對就是時間接點 藍色這對 0-10M 任你調的電壓 和電流的 電壓的就是0-20V 下面那個接點 就是純粹用來做一個調壓的測試 0-250V 和0-0.8M 測試的時候 它是用過2次輸出的 隔離了PALMARY那邊 所以測試方面 都安全的 旁邊有個調節器 可以做測試 有時間的測試 和沒有時間測試 它就駁了200V電 這裏有個電流標 和時間計時器 這裏有個調節器 調節電流和電壓的調節器 我現在講解這支IDMT 我會用它來做設定 它的設定是比較簡單的 看到這個電子版面 它會顯示輸入的電流 有時候會顯示電流的百分比 這裏有齊了 它的功能每個步驟的顯示 智慧的信號 智慧的信號 它都會顯示 有HISET OC 兩個戰爪是HISET 有HISET OC 以及HISET EF 有普通的OVACURL和EFORG 一個戰爪就是普通的 至於這個設定 就是check 可以看過往的資料 設定 因為之前我將它設定了20% HISET 10% 它這個Curve 是HONG KONG CURVE HONG KONG CURVE 根據香港的特定要求 來配合那條Curve 時間是1秒 有EARTHFORG EARTHFORG也是20% 還有10倍HISET 它也是行HONG KONG CURVE 時間是1秒 是的 它也有日期時間顯示 這個 之後顯示 這個 我們要進去PoGram 設定它的設定 進來這個OC 它有OC EF Adjustment Clear 之前的Record 還有RTC 設定 一般 用這些 relate 去原創設定 已經很足夠了 其他的設定 不需要設定 最主要是設定 OC 和EF 那 OC 如何設定 你進去 再按多次PoGram 它就會顯示 0-20% 剛才顯示的數值 這樣 你要設定 它會如何做 按多次PoGram 斬就可以調整 按多次PoGram 也可以調整 用這個 墊櫃上下 上向上調整 是的 入完之後 我便會 入到Program 按多次PoGram 按設定 是的 至於 按多次PoGram 按多次PoGram 就會出現 是的 按右墊櫃到EF EF 我按一次 設定 如何做 這樣 現在顯示的 20% 按上 21% 但是 這隻IDMT 就不可以調整 所以 要按到 完成了 才調轉 最高 50% 最低 2% 是的 我們一般做測試 就是20% 來的 時間的 就用回1秒 是的 它有HISET 進去之後 來回這條 KonKon Curve HK 有1.3 DTL Defining Time IEC NS NSC 這隻IDMT 應用在東南亞 和香港 地區 所以它有齊 東南亞 和香港 所有需要的Curve 我們用Hong Kong 之後呢 我調整時間 Hong Kong Curve 有Normal Inverse 和Ready Inverse 是的 可以用來選擇 那 只要 出回到外面 那些東西 設定好了 出回到外面 這個之前的Record 提醒 之前的Record 是的 Record 時間 第二個Record 它最多 它有四個Record 是的 這樣的 它還有可以做一個測試 這樣的 會長按 按多一下TES 它就 彈出來 這個Button 其實也挺好的 這個Button 它就覺得 這是一個Lockout V 你按下去 那一刻 它會彈出來 這個Mechanical 會彈出來 很多坊間的IDMT 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所以 這個不錯 但是 當充電 沒有了電 斷了電 或者壞了的情況下 它是便宜的 其實它知道了 它便宜了 它便宜了 起碼一顆東西 彈出來 一般其他那些 它熄了 都不知道它有沒有 便宜到 這個 其實是這個Product 的賣點 是的 按下去 就會解決了 它便宜了 現在我先嘗試 做一個測試 現在我就調整這個ON 調整電流 嘻 做漏作 就是 測試線 還沒有 插進去 那 我現在試一下 做 EarthFox 單上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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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 OK 這是地 對了 單上對地 這樣 我做電流的測試 但現在我調整電流的測試 剛剛彈了 但現在我調整電流的測試 那我現在試一下 10倍時間 10M的 OK OK 咦 差一點 OK 那我現在試一下 對了 那它時間是1.33 1.33 1.33 就是 那些機械標的10倍時間 1.3秒 1.33 如果5倍電流的時候 對 然後 9倍 什麼 那些機械標記 呢 OK Reset 了 各位 購入 1.81 甚至 我現在試一下 2倍的時候 兩倍時間 現在是Earthfall的情況之下 3.69 時間快了一點,因為它的%大了 正常40%,大約1% 快了一點,也正常的,在範圍內 一般電子錶的準程度是很高的 所以 多數的誤差都是 調校電流的誤差,很少開電子錶的誤差 各個牌子都是一樣的 所以電子錶的準程度是 比機械錶高很多 然後我們試一下 剛剛試了OC 剛剛的OC 對,OC已經很便宜了 在這裏是電流 第一上對底 這個意思 41% L1 我們試一下 上對上短路 上對上短路 看看會怎樣 40% 兩上了 40% 對 3.73% 對 3.73% 這個就OK 兩上的 兩上的 其實我用了 招插座 來做一個 功能測試 簡單做 設定 這個 測試 那我就 試一下 先試一下 電流 剛才 Forg 40% 動了一點 對了 大了 剛才動大了 對了 時間是 3.42% 還快了 我試一下 準一點 調整一點 如果你想它更容易調整 就是拖電阻 對了 OK 現在 現在就 對了 都是 電流 可能電壓有少少浮 浮 那它就 快了 慢 對了 200% 試一下 對了 對了 1.33% 時間 對 單相對 對 是的 那 它 彈出來 如果假設它 沒有了電 會怎樣 喔 chip了 沒有了電 那它粒的 也會彈出來 粒的彈出來 起碼都知道 它是真的chip了 那麼 插回去 啊 它仍然都有 Forg record 那它仍然是chip的 你一天不reset它 它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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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顯示它chip的 對了 那 就 reset 了 就可以了 對了 暫時 暫時就講解 這麼多 有問題 可以問回我們文軒的同事 或者連我們公司 問回技術部那邊 謝謝 謝謝